他们是川藏公路上最默默无闻的群体 在世界高城礼堂 他们用怎样的付出赢得感动 他们是西部骑路上最执着可爱的战士 在闲着故乡巴塘 他们收到了怎样的真诚祝福 和平年代天路哈达景 为你讲述川藏县的绵延深情 兵战是晋藏公路的一大特色 顾名思义就是军人们休息和时速的地方 如今在三千里川藏县上常驻兵站有26个 作为四川藏区海拔最高的兵站 礼堂兵站不但自然条件恶劣 而且以接待任务繁重而著称 一个只有24人的兵站 一天最多保障过1500人的时速 那么礼堂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 在这个特殊的兵站里 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当汽车兵还在梦中寒睡 礼堂兵站的吹士兵却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这什么呀 这是面粉 面粉 怎么放在这儿 这是未来防止预冷的 然后晚上怎么就早上不好发烈 今天汽车兵的开饭时间定在上午7点 吹士班的六名战士要在两个小时之内 准备好200个人的饭菜 而其中最费时间的要数手工包子 我看你们这放这么多做东西是这种机器 你们怎么不用啊 那个机器如果要说包包子的话 包包子那个机器嘛 我们以前试过一次 但是弄出来的效果不好 包出来不这么好看感觉 包子包出来特别小 馅儿也特别少一套 因为它是机器嘛 毕竟没那么灵活 所以我们就还是一直想做 王林是吹士班的班长 在礼塘兵站已经干了七年 这边让汽车兵们吃上新鲜的手工包子 他和战士们几乎每天都要早起一个多小时 那你们每天早上老早起床 可以做饭 对呀特别糟嘛 像今天也是算稍微 而是机器我们起来也稍微弯一点 平时多的还起来更糟嘛 那你们最累的时候是这么个情况 最累的时候一般是 有时晚上开饭才到十一点多吧 有时要等起来就开完 全部开完的话 差不多过去睡觉就是十一点多了 然后接着早上上班的话 就是三点多到四点吧 那这东西你睡了几个小时啊 大概中间就休息三个多小时 四个小时吧 投食员的辛苦在川藏线上是出了名的 网民也因为长期在高寒地区工作 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 而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 亦让做饭变成了一件并不简单的事 我们在这儿干嘛 我哥那个刚才馒头冲气嘛 已经冲好了 现在我把那个气发放下去 那个压嘛压熟嘛 刚才冲馒头只是一个过程 必须把馒头冲得差不多有七八成熟的事 才能给它加压 不然的话来更新方 它馒头会吃的 王林说 在炊事班干活 人少活多 统筹安排十分重要 新兵黄成就被他安排在操作间 练习同时干几样活 如果你安排了一个人搞外边的话 就必须心里边要有打算了 先干什么后干什么 不然到时拍不出来饭就有事了 你现在在干什么 哦 这是打豆浆嘛 打豆浆 早上还用猪浆呢嘛 对 早上还用浆浆 那这个干什么用啊 这个可以再打一遍嘛 再打一遍 再绝缘一点 这个可以打出来也是浆浆 黄成来冰站不到一个月 但干起活来却是有条不紊 仅仅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黄成就完成了大半的工作 厨房的工作仍然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然而正当战士们开始下锅炒菜的时候 老兵石安卢却制制了他们 李唐兵站是四川藏区海拔最高的兵站 也是川藏线上接待量最大的兵站 在运输的高峰期 一天接待的人数就可以达到上千人 这个是这样的 昨天晚上留了一走 留了一走 然后我们一直等 等到差不多有十二年半左右还没来 但是后面打电话说他们要过来 但是今天还是没过来 等一下我们就帮忙 你们等到等了几点 十二年半 十二年半还没睡 像这种事情时常发生 时常都有了 因为他们车队的车辆 有几点车会抛摩 或者就等等出现一些问题 然后我们就要跟他留饭 然后昨天晚上他们估计是太累了 然后就可能是雨水是没赶到 然后这一周就没开出来 一转眼的功夫 吃饭的时间到了 而退市班的战士们 却在厨房里匆匆吃着便餐 你们最后吃 人家车队的先吃 你们什么感觉 我们做的 我们最后吃 没有什么感觉 他们吃饱了 我们才吃得辛苦 能亲自做饭 你别人吃了 以前在家里都是家人做饭 然后现在能自己做饭 然后让别人吃到热的饭 心里很高兴 当我们即将离开 礼塘兵站的时候 车士兵们又进入 午餐的准备工作 中日忙碌的他们 也许没有太多机会 和汽车兵们交流谈心 但这些忙碌的身影 却让我们看到了穿藏 线上战友之间 无声的关怀 高别了 礼塘兵站 我们跟随河队继续赶路 这是这次征途的最后一程 也是风景最美的一程 超过来了 正在游战上 你喜欢开这个山上线吗 喜欢 为什么 不觉得苦吗 不苦 只是苦呀 风景好吧 这些时候 你经常 开车累了 就看个风景 满点疲劳 当车队来到四大神山之一的 海子山 独特的风景让我们叹为观止 暮光所及时大大小小的冰川飘雳和冰市盐盆 着实让我们体会到了传说中的天外星球 千湖之深的奇异 然而我们乌暇留念美景 因为今天车队必须赶到巴塘 也就是这次为牧民定居点 运输建材的卸载点 藏族小伙子洛桑莓酒显得有些兴奋 我们到了马上关门了 以前 以前的 现在不一样 以前让我们藏族造的是藏风 现在造的是皇子 高兴的 非常 高兴的 洛桑莓酒的家乡是西藏纳区 18岁的他跑穿上线已经一年了 但这次上线却赶出最深 因为他们家原先是牧民 后来也定居了 怀着对部队的感激 他才当上了汽车兵 随着车队刚刚驶入巴塘境内 成派的房屋浮现在了我们眼前 官兵告诉我们 这是德达乡的牧民定居店 正当我们对这些房屋产生好奇的时候 一个意外的惊喜却在寒风中等待着我们 在牧民的引导下我们参观了牧民们的新居 这是我们住的地方 以前的话就睡了个嘛 所以用石头起起来的房子 到处都在吹风 现在这个房子盖起来 国家对我们这个 爹达小牧民村的健身来 把这个房子盖起来以后 这个村上的 不管是那个劳别人都在说 第一个就是比较暖和 第一个比较暖和 因为以前在那边的话 改三层比改 在这后只用改三层比改 然后一层基本上都是随地地上 又没有底半 就随地是一个地面嘛 随着地面上 长期以来藏区牧民一直过着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 牛羊成群绻房点点 也成为了藏区草原上 并隔千年的风景 但显微人知的是 这种看色无拘无束 浪漫自由的生存方式背后 却是孩子们上学困难 老人就医不断的现实 在气候变幻莫测的高寒地区 牧民们靠天吃饭 生计艰难 而自2009年 四川藏区牧民定区工程计划开启后 这一切也随之改变 这个炉灶是什么做的 刚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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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以前的三个石头 等起来中的话 牛群的味道比较大 现在这个牛群烧进去 直接把它入面一关 去不到这个味道了 都密封了 对 然后下面这个 去那个烟火灰的 对 很八十 什么烟囱那些 烟囱先是往这边挞 往这边挞了以后 烟囱抽的比较大 现在是直接生上去以后 烟囱的 以前就三个石头 等起 生在生活上 变化大得很 在都达乡的定区点 34户人家 共189人 已经入住新房 除了住宿条件的改善 定区工程 很大程度上 也改变了牧民的生活方式 以前在那边的话 深层跟着人两个 就混住在这儿 人随在这儿的话 深层最多 中间也去隔两米 再距离不到 现在全部发展分开了以后 那我就就是 现在我们的身衣服 衣服都穿得干干净 从2009年 牧民定居工程 启动至今 四川藏区 已有9万多户 43万多名牧民 告别了游牧生活 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居 从09年起 连续四年 先后出动官兵 一万二千多人次 车辆九千多台次 像四川甘孜 阿坝藏区 26个县的 1385个莫名地居地 运送新兴帐篷 18万里 大宗建材 五万多吨 对着车队进入指定装卸点 进行卸护 船葬兵战部四年来 为四川甘孜藏区 运送建材的任务 也告一段落 在这个里程碑式的日子里 美妙的八堂闲子 又一次在兵战响起 在这个闲子的故乡 官兵们与藏族同胞 核武连换 他们也许素媚挺身 也许言语不通 也许五步不齐 但这一刻 他们之间却没有界限 在篮火映照的夜色下 每一张真诚的笑脸 都洋溢着 赞汉一家的浓浓情意 并且舍弃尽 精彩的路 发当美晶晶相演 并且舍弃尽 精彩的路 短暂的穿藏线之行 我们经历了四季的变换 见识了绝美的风景 也体会了高原反应 饱受了风雪的洗礼 但这次旅程之所以珍贵 不仅在于苦难和经验的并存 更在于这条路上 我们所看到的付出与感恩 以及每一个普通个体身上 所散发出的生命价值 和人性光辉 川藏线通车六十多年 汽车兵们硬是将这条生死线 走成了安全线 所付出的是一代代人的青春 甚至生命 虽然如此 线上的每个官兵都很乐观 他们戏称 在川藏线上与此书 全当是自驾游 既可以饱览线上的美丽风光 又多了几份旅游探险的乐趣 我想就为这句话 我们应该再一次 向这群最可爱的人 致以崇高的敬意 好 我们的川藏线系列节目 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这是一次和平出征 最高海拔 最长时间 最远路程 紧急奔赴血栽一线 他们如何令众微病人 其次回升 一双朴实的手套 就是他们勤扎高原 最温暖的见证 高原寻诊 整装待发 他们又将踏上一段 怎样的征程 和平延代第110次出征 上集 下期为您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